之前有傳聞可能會退演藝圈 我只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只是我只是 傳退演藝圈朱璇洋身影三個月露面解謎 朱璇洋今年先是演出船裡來了個暴走 女外客收視破二知名度大漲 傳出與裁剪經紀公司節約後 又積累以逆局入圍金鐘師弟 黑的教育入圍金馬難配 運時大發之際卻傳出退出演藝圈 身影三個月的朱璇洋 當中與露面跟著逆局居住 一起接受媒體聯訪 經紀約現在 經紀約現在還沒有簽 我最近其實只是在休息而已 我受傷然後最近在休息 復健的狀況大概還要一陣子 但是我覺得受這個傷蠻好的 才知道其實身邊重要的人陪著我 然後讓我好好復健 不用問我想太多 現在還不能跑 我還在學 跑怎麼走路 到慢慢偷拐 然後到走一步兩步 現在就是時間比較漫長一點 就一步一步慢慢來這樣 你目前的商事會參加金鐘獎嗎 如果可以帶拐杖的話應該蠻酷的 我會參加 有沒有準備現運物現場加持 小林你是不是有請三太子 打造三萬人的純基基 就這樣 後天要去做 我幫你們各打一個 好不好 你幫我放到下面多價格 我會省錢 我下面都寫逆局大獲全勝 小豬有沒有覺得 宰宰沒有入圍很可惜 是大一豬嗎 我其實沒有想到那些 但是我一入圍他就馬上恭喜我 我也有跟他約了 想要跟他一起吃飯 只是他最近還在忙小朋友的事情 蠻感謝他一直以來對我的照顧 淑貞姐在媒體前說就是 好像跟你沒有聯絡上 我其實只是換手機而已 對他有換手機 大家都一樣我都沒有聯絡上 你都沒有聯絡 我只是換個那個通訊軟體 心中就有看到他了 大家還是關心說 你還會再回到演藝圈拍戲嗎 之前有傳聞說可能會退演藝圈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只是我只是在休息 我會了我會了 而且被問到結月的朱炫耀 入圍金鐘金馬前老闆財智平回應 到最後雖然沒一起工作 不討論是非對錯 但應該要感謝經紀人 財姐還說要馬上回去幫朱炫耀 錢經紀人加薪 隔資入圍當下 有跟前公司感謝 還是說有表達順口嗎 有有有有 有是跟前公司 我有跟我之前的經紀人 有大概收了一下我的入圍感言 那還有黑的教育的大家 就是金馬獎的那部片 有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然後我大概講了一些 我的想法這樣子跟他們說 還有我也有去跟那個 我們導演科正中 大概說了一聲恭喜 他現在要怎麼聯絡你 聯絡我嗎 我現在不在這裡嗎 就是在你簽約之前 有沒有一個管道可以跟你簽約 我們現在透過那個製作單位 對 逆局的製作單位 逆局的製作單位 好 謝謝 謝謝 什麼時候可以恢復工作拍戲 我差不多10月就會開始工作 然後但是就是慢慢來 我覺得現在身體比工作重要 有遙約只是我現在 我都在先評估我自身的狀況 然後再去做規劃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平安